上面这个timing抓的是十分的好 现在场上的局势好像又重新平衡了一下 两边都是三任队 而我们的金马少年十分的机智 我打了一个我就跑 给你玩游击战 开着跑车我就溜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菜烧 咱们稳稳的进了前山 也是可以拿到角力的 机智啊机智机智 我们看一下他们两队会打起来吗 现在两队都是脸天脸的情况 阿卡大魔王蹲在这里是一动不动 当个老六啊听到了 他听到了脚步 他旁边来了脚步 他不光 在瞄 他在听 他在听声变味 哎 他发现了 他他他站了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21号最后这个选手在干什么 他到底 那你蹦蹦跳跳的 他在歪头 他得看 看他敌人 哦他过来了 他过来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这房间里面 我老六啊 我的天哪 他应该也是听到了这里面 有一个蹲起蹲起的声音啊 成功的将敌人给干掉 一个卡窗边 哎 没跳上去 发现了 一梭子提前开 可以 啊 队友奥特曼也是将小蜜蜂就给放倒了 一波 我翻窗测身 我直接偷掉了 这个找俩女的啊 这个看这个操作应该是个小高手啊 这是个 可以 有刺激的这个潜质 是个小高手 咱们再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 要干仗的意思啊 瞅一瞅啊 好像都离得很远很开 我们再开 23号队伍是要开到了19号队伍的脸上 19号队伍 不对 这23号队伍怎么死掉了两名选手啊 这是 是落地抢车的时候被嘎掉了吗 没有想打架的意思啊 我们再看一下恶霸队伍啊 恶霸队伍 一号队伍呢 一号队伍还在啊 还在还在 我们的果然啊 恶霸果然是恶霸啊 四辆车四个人 这个磁城沙漠啊 直接车堆就摇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淡出人海 一马当仙 直接来到了皮卡多 这个气势很足啊 发现没有人 没有人也是掉头走掉了 接着找 恶霸就得有恶霸的气势 我们的20号队伍的这个金马上连也是成功的和队友会合了一波啊 接上了队友 哎呦 好家伙 好金马少年 不愧是金马少年啊 车机也挺好的 只适合开金马 不适合开其他车 开其他车容易卡住 我看一下我们的20号队伍竟然是那三个人 他们不是导了两名选手吗 怎么突然救起来一个吗 所以啊 还剩三名选手 我们再看一下21号队伍啊 应该是要红门20号队伍碰上了 但是他没有 没有选择走马路 是选择了走一条三勾勾啊 走了一条小道 这是要往哪里去呢 应该是要往水草方向去啊 咱们再看一下19号队伍是挨打了吗 他正在抽把 19号队伍是两个人双字式牌